立委刘兆豪关注墨兰地台风灾后的重建状况 在9月25号陪同总统蔡英文与中央团队 首先抵达陆野巷武林台东接治所 安置中心来慰问因为红叶村土石流被迫撤离家园的乡亲 总统蔡英文当场承诺会将重建列为第一优先 我们在场还有几位在地的立法委员刘兆豪 还有陈寅 还有高路引用 还有GLASS 议员 全力投入协助我们在災后的处理 我们也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我们的接治所的同仁在接到请求以后 能够很迅速的提供设备资源 能够动员的我们能够做最有效的动员 那么把我们这个灾后的重建当作是我们最优先的项目 红叶村土石流造成120民宅与学校被土石流侵入 水保局以最快速度完成整治工程 煤击台风来袭已做好万全准备 红叶村目前有国军 社会单位与返乡村民一起协助清理 蔡英文总统表示大家辛苦了 红叶村的精神指标红叶国小放球场 桌球室与校园也遭到土石流伤害 9月14号15号的默然地台风对于我们台东县 红叶村还有大五爱国部落造成土石流崩塌 影响了许多乡亲的房屋及财产 我们也非常感谢在这个第一时间 我们台东县政府还有严民乡公所第一时间就 紧急的能够来撤离我们红叶村的居民 但是土石流还是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损害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协同园民会还有教育部 来做相关的第一步的初步的处理 目前先把我们这些灾民安置在武林界治所 还有一些相关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蔡英文总统 他来关心我们这整个后续灾后要复建的情形 蔡英文总统也特别来感谢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县政府黄县长所率领的县府团队 还有烟品乡浮荣典乡长还有当然有包括国军官兵们 还有许多台湾各地来的善心的志工人士 在这过程当中大家尽了非常多的心力 虽然遇到天灾是我们无法去预测以及避免的 但是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希望能够把这整个灾后的复原 还有人心的安慰彼此的关怀 我们希望能够传达这样的一个讯息 再次的感谢在这过程当中的尽心尽力的朋友们 当然我们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立委刘兆豪特别感谢县政府乡公所与村长 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判断 确保乡亲安全以免灾情扩大 目前仍安置中的乡亲 刘兆豪将持续关注 以最快的速度请理家园 尽快让乡亲有一个安全适合居住的地方 东台新闻综合报导